中国普通的公民非常希望能够打到国外的疫苗 但是没有办法如愿 但是香港有一家中国的国有银行出奇招 只要客户存入400万元的港币 折合台币大约是1500万元 就向客户提供mRNA疫苗的注射服务 希望能够借此来吸引中国客户 另外带您看到是中国移动长城姚明 身高2米26 身高真的是高人一等 而最近就有网友po出了 他们巧遇姚明一家三口吃早餐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当中就可以发现 姚明和他的老婆打扮非常的低调 而他们12岁的女儿目测 他的身高已经要跟妈妈 190公分的妈妈差不多了 所以网友就赞叹说 真的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 而另外我们要带您看到是 中国的疫情扩大 外送快递司机人力都短缺 去年12月底 美团外卖等平台就推出了千万补贴 希望能够吸引民众加入外送的行列 不过最近社群平台却传出了 他们要求每一位外送人员不可以非法聚集 而消息传出之后也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就很酸 难道是害怕老板系聚集吗 因为聚集一起就有力量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